不過呢 我還要說三個重點 也代表我的期許 第一個 高雄的產業要大邁進 大家說好不好 第二 高雄的建設要大邁進 大家說好不好 第三個 高雄的民主要大邁進 大家說好不好 我知道 過去兩年 高雄人走到哪裡 都被人家問說 你有沒有發大財 高雄的年輕人 都覺得身為高雄人 這樣說好了 高雄人 希望有光榮感 高雄人 你們一定會有光榮感 兩年前 我們在地方選舉 沒有選好 其邁 在那一次也沒有選上市長 我也辭掉了黨主席 為選舉的結果負責 選擇承認錯誤 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 在2018年的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開始 反省 檢討 面對新的局面 我們也沒有因為 因為敗選 就放棄我們的理想 我們溝通 再溝通 頂住壓力 在最困難的地方 找到了希望 不只是婚姻平權 當初風風雨雨的年輕改革 能源轉型 轉型正義 都是歷經了這樣的過程 這些改革的過程 不僅是我在人生中的大邁進 也是我們台灣社會的大邁進 大家說對不對 其邁 從上次參選市長的準備 到在中央政府的歷練 從防疫到建設到產業 他都非常的熟悉 他有想法也有規劃 他也已經非常的清楚知道 該怎麼樣在社群上面 跟年輕人互動 溝通 跟年輕人一起努力 所以 我要跟大家掛保證 現在的陳其邁 是大邁進的陳其邁 現在的陳其邁 是2.0的陳其邁 陳其邁 陳其邁 向前邁進了 台灣也邁進了 接下來 我們也讓大邁進的陳其邁 帶領高雄一起大邁進好不好 大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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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邁進